现在,我把压力传感器连接到冷凝器出口,将这个温度探头连接到气管。 现在,我可以连通两个传感器,通过LED指示数据信号传出情况。 与此同时,我还想检查系统膨胀阀前的局部冷却情况。 为此,我将压力传感器连接到高压侧,在这里是连接到制冷气收集器。 现在,打开脚阀,连接压力探头,同时激活蓝牙传输。 第二项测量是读取温度,在这里是测量顶部液管的温度。 现在,我把温度探头直接连接到膨胀阀前边的液管。 接下来,启动已经免费下载的SmartProvice智能探头APP。 现在,手机已经检测到我们所有四个探头。 选择系统使用的制冷剂,这里是R134A。 仪器将会自动计算,对应的蒸发和冷凝温度。